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訂閱我們的平台 Like、Comment我們的節目 如果想第一時間收聽我們的節目 記得按旁邊的鐘仔 大家好 又是去到1月15日 孤盡天下事的節目時間 在我們節目未正式開始討論今天的課題之前 先講講這個星期出街的一些節目 和我們即將推出的一些項目 一些已經出街的節目 就包括第一本關於BNO 英國國湖這個國民海外護照的 關於家庭的英文故事書 就叫做《For Freedom at Hong Kong's Family Stories in the UK》 雖然故事本身的背景也是關於香港的一家人 因為香港的政治變化 而來到英國的一些經歷 或者甚至透過這本故事書 去到是將香港的本土文化 無論是語言、文字、生活雜訊 甚至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和香港人的歷史記憶 是透過這本故事書 是希望家裡的父母和小朋友講 更加重要的是 雖然這個故事書講的背景是英國 但是我也都相信很適合一些 可能是去到其他國家 或者甚至是一些其實 如果是想著認識香港本土文化、歷史 身份認同的話 就算在香港的朋友 也可以找到這本書 覺得有用的地方 這本書其實就已經在Amazon 和一些購買網站已經有了 就價錢就是一點八博 所以都很鼓勵大家 無論是買這本書 無論是做一種收藏 或者甚至作為本故事書 是講故事給你小朋友的 令到你小朋友在下一代 就是不會忘記香港的歷史 香港的文化和香港的身份認同 那一會兒就過這部份 也有少少一些課題 在今天的節目裡跟大家講一講 然後兩個出國家的節目 都是我的 第一個就是政治機會與社會運動 這個就是透過我在2010年到2018年 在香港浸會大學的政治 及國際關學系裡面 任教的一個科目 政治運動裡面 其中一個課題是製造一個節目 在未來也有機會透過以往教國科目 一些相關而有用的課題 是透過一些時事評論 或者透過這個平台向大家發佈的 那這個部分最主要就是 就是說政治機會 作為一個分析的概念 如何理解社會運動可能發生的因素 然後另一個就是 Cruising推薦 這次推薦的一首廣東歌 就是在1980年出街 由香港第一代本土歌手 都可以冠結主唱的法律 那這首歌雖然 我想很多很年輕的朋友都未必聽過 但是原來我們發現到香港在70年代 80年代90年代都不約而同 都有一些封屍示斃 或者描繪一些政治社會狀況的一些流行局 所以在未來Cruising推薦的一個節目裡面 我都會集中火力 透過推薦一些不同年代的一些廣東歌 來到不僅是給大家認識 其實香港的廣東歌是博大精深 不僅是情歌、情情撻合的 甚至很多的歌 其實都是反映一些人生八態、權力 或者甚至是時局的 大家切勿留意 今天回到我們這個節目 《農曆新年》 當然《農曆新年》 一定會想到一些同文化、節慶 或者甚至都會想到 如果香港的朋友都知道 今年《農曆新年》 雖然已經回到年宵 但其實不論是規模 或是形式 都已經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人家是賣花 當然在英國這一邊 似乎可以找到年宵的傳統 我知道其實阿養 昨天去了年宵 是嗎? 昨天我去了高雲地利 即是高雲地利 一個教會辦的香港人年宵 進去的時候 真是耳目一新 為什麼呢? 因為你剛才所說 在香港的年宵 現在只能夠賣濕貨、賣花 賣花我為什麼特意去年宵市場 我去花去也可以 反而大家都知道 乾貨才是年宵的重中之重 所以昨天去到年宵市場 看到很多香港人喜歡的東西 裡面除了有光復的香港 石頭救命那些物品之外 還有一些畫漫畫 幫你扭起球公仔 賣食物、賣年曆等等等等 非常豐富的內容 我想那裡的話 都起碼是一千多兩千人 如果我整天來計 聽說倫敦昨天的話 那些市場是有三四千人的 好像今天都還有一粒 是的 然後還有邱文俊、社輝春 那手字多漂亮 幫我做一個足部平安 就是Taylamic 所以昨天都非常開心 我想今年在英國 我第一次在英國經過這個年尾 就發現原來英國這裡 很多不同的地區都有連銷市場 香港以前也是 不同區的連銷市場 當時香港分區搞 就是因為人流管理比較容易 還有省卻交通的承擔 當然大家都知道 特區政府分區搞 其中一個用意就更容易控制 英國因為地理位置比較大 地理比較廣闊 所以我看到 萬設斯特、高雲地理、白銘漢、倫敦、雷丁 都有各種各樣的連銷市場 反正來到英國 香港人都相當多 而來到這個香港人 也似乎都相當熱切 剛才阿楊說了 在評論文章的人都相當多 Currency不是一個很大的地方 但也有這麼多香港人 倫敦、雷丁 這些就不用說了 所以看到很多香港人 來到不同地方 都熱切的 保留著 特別是節令 重要的日子 保留著香港人 那種生活記憶 和一些共同的理念 第一點 所以在這些年宵裡 自然就會有 除了過年、賀年相關的事情之外 也有一些大家看到的 就是 為何令我們回憶 為何我們會來到英國呢 香港的情況現在變成怎樣呢 有些事情在香港不能夠做到 在這裡可以延續做下去 從這個角度來說 其實 來到英國這裡的香港人 都是很努力 或者說都十分有動力去維持 或者延續香港的文化 那些文化是社會文化 政治文化 就是說 除了搞集會 遊行之外 也都是延續著香港人過去幾年 或者過去十幾年 爭取著的民主 自由 對強權說不 敢於展示一些 我們對政治社會的不滿 也都在過程裡面 連繫到不同的人 表示我們 對香港現在的處境 並沒有彈簧 並沒有旺記 都不會不理會 這樣 我覺得是相當之有意義的 是啊 所以 我補充一句 就是說 這麼多香港人來到英國的時間 除了是積極融入社區之外 其實他們也很積極來保存自己的文化 那在這方面來說 我覺得 大家是可以向這個印度人學習 因為印度其實是印度裡面 在英國裡面 最大的少數族裔來的 那就是想一下 現在連首相都是一個印度人 那所以那時候 若干月之前 那我去倫敦裡面 參加一個倫敦市長搞的波 一個晚宴 那跟著 出席的那裡 我想有六百多人 那至少有一半是印度人來的 那甚至乎 變成他們是很積極地去推廣那個 印度文化 印度族裔的那個團結性 那甚至乎在學校裡面 譬如我兒子上學的話 他都會學到印度的宗教 就是主流文化 是會幫你 在教不同族裔的文化 譬如他會知道 十月的時候 有一個印度的字 就叫做 迪瓦尼 那就變成 印度本身是 就是作為一個屬族裔的話 他不會說 我只要放棄印度的文化 而只是學英國文化 所以來到英國的話 英國其實是一個文化的 很包容的地方 所以香港的朋友 是不需要去介意自己 有自己的文化獨特性 所以融入和推廣自己的文化 是兩者可以並存的 我覺得也是 在英國 我想我們早前都說了一個課題 在香港有些人覺得 你們都過了英國 你們還經常說香港的事情 說來做什麼 你們為什麼不投入英國的生活 甚至說你在英國說香港的風涼話 我覺得要糾正這些人 我不知道這些人有什麼動機 什麼心態 事實上大家明白我們為什麼來到英國 來英國之後 我們也沒有忘記香港人 現在面對的一些挫敗 所以更加需要在這裡 也有很多人來這裡 很需要一個渠道 表達他們對香港的情況 不滿和關心 所以來到這之後 繼續用各種方式 保持香港那種生活的意念 以至我們追求 其實都是很積極的 事實上也代表了某種 仍然留在香港人的聲音 這是第一點 第二 來到英國當然我也同意 我們都需要投入英國的社區 融入英國的社會 但是在英國這些社會 和香港最不同的是 其實它是容許你們 保存自己的生活文化的 所以英國在不同的地方 有一些很明顯的某種族裔的社群 例如在 Carpentury 那一帶有些社群 是很多南亞人的 我去過兩個地方 Bratford 差不多全部都是印度人 但是 在英國它要求你 要求你 其實只有三樣東西 第一 你就懂英文 第二 你就守英國的法律 第三 你就尊重多元 就是這三樣東西 你記得 所以其實你在英國這裏 就算我現在住這區 多數都是白人 但是他們對於一些少少族裔 比如像我們這樣 他們相對冤重 相對客氣 相對有禮貌 我們跟他們談 講到香港問題 他們都會樂意 很有心機地談 所以這個就是 在這裏的特點 這裏容許我們有這個特點 我們也透過在這裏生活 學會包容 或者更加明白西方 或者說印度的文化 但是你在香港 你現在看到這個處境 要你去香港化 去國際化 你們什麼都要加中國 香港加中國在前面 叫你忘記這個世界 忘記這個世界有民主 忘記這個世界有自由 不要知道這個世界有人權 要愛國 而愛國的意思是愛國黨 要講國家安全 我講安全 就是說你不要吉他政府 就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 你香港現在在中共的採製底下 和特區政府這班官員的領導底下 香港的道路是越走越窄的 所以更加有需要 在一個能夠容許延續香港文化的地方 繼續發揚香港文化 延續香港文化 甚至將香港人的訴求和聲音 有一個表達渠道 這個從而也都回頭 是可以鼓舞到在香港的一些人 或者說起碼我們可以代表到 香港某些人的一些看法 令到有一個渠道 表述他們的意念和想法 那我歡迎兩位 兩位的說法 第一件事當然就是說 其實倫歷新年 特別在英國的香港人 不單是一個很功能性 大家去對話 或者過年期的事件 其實背後更加重要的意涵 就是其實透過慶祝倫歷新年 來保留香港的文化 因為實際上就算是華為人社會 也好 或者甚至在中國不同地區 你們慶祝能力新年 可能它慶祝的方式是形式 食物 譬如說過年吃蘿蔔糕 吃年糕 那未必過的地方一樣 甚至大家都會看到 我們在不同香港的組群裏 我們每個人都發揮 因為我們自己的小魚手 是懂得做年糕 懂得做蘿蔔糕 做馬蹄糕 甚至有些鹤林食物 不要看這些食物 這些食物本身其實都是一種味道 食物都是保留一個集體回憶的 一個很重要的步伐 那這裡其實都想說回 1月15日在明報 那時候也都訪問了這個人類學家 這個蕭鳳兒教授 那當然現在在這個國安法之後 去處理一些同社會科學 人民學科的問題 說話很小心 這句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這個訪問裏面 其實都找到一些蛛絲馬 即是給一些無力 決定留在香港的香港人 或者是這個海外離散香港人 一個很重要的參考 第一件事其實在蕭鳳船教授的訪問裏面 都說到一件事就是 不要把香港限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這個範圍裏面 他就說了 現在很多人去了外國 當然他有說到一件事就是 也都不可以忘記了這個領南文化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甚至可以用廣東話去連結 我們在講的語言 在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我們在講廣東話 用粵語流行曲 用粵劇去連結 我們用共享的民族文化去連結 這個很典型的一種人類學的一種術語 甚至就是除了留在香港之外 去到外地人努力之外 其實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行走 可以做很多連結 創造很多交流的機會 連結活動都有交流的機會 在英國不同的城市 很多朋友都是開車 或者坐鐵路 去到連結市場 其實不要只是覺得去連結市場 去消費 去買東西 其實你們在一個文化上面 鞏固香港人在英國 或者甚至在不同地方 加拿大 在台灣 或者在澳洲 都在做同樣的文化上的工作 這些跨地域的連結 所以不會斷 因為說香港人不會死 然後他們也說到 也很建議大家 有機會出外見識感受生活 我想蕭教授也是一種秘重就輕說到 如何回應政府如何回應這個國民 叫你走 其實蕭教授這樣說 最後 其實他也強調 用廣東話 粵語流行曲 無論你由我這個禮拜推薦的許冠傑 去到MIRROR 甚至MC章等等 粵語流行曲都很重要 粵劇比較老一輩 甚至我們可以擴闊整個想像 就是說 無論我剛才一開始說到 一些政治上面事件 我們香港人出來 去到表達訴求 或者是不斷要提醒英國政府 不可以對中國軟弱 或者甚至一些文化之日 可能特別是農曆新年 我們聚會都好 我們千萬不要小看這些活動 大家參與聚會的重要性 所以剛才蕭教授那個報道我也有提 他就說 香港是一個叫三位一體的特質 立足本土 即香港 背靠嶺南 即大灣區 然後就連接世界 換句話來說 其實他還有一個地域上面的 坐標的建議 即是用這三個來為香港拿一個定義 但是如果看回實際情況的話 你在香港的本土裡面來講 剛才所說的兩個元素已經做不到 立足本土 喂大哥 他都不讓你說香港的話 剛才阿鍾Sir說的 什麼都要講到香港的話 就要加中國上去 中國 香港 所以這一點上來講 剛才我就想到了 嘩 最少在香港裡面有一個機構 可能他急急可危 就是那個叫做 香港中國婦女會 他有間邱左榮中學 大哥 他是叫做香港中國 他不是中國香港 他需要不需要改名呢 你改名為中國香港婦女會 他這樣才可以 中國香港 中國婦女會 才可以符合到現在的例子 但是你想一下 他是戰前的一間機構 或者是中學 40年的時候才成立 所以他當時來講 在香港的中國婦女 所以那個邏輯是很清楚的 但是就似乎那個名字 不是很適合現在的 脫致上面的要求 Anyway 這個已經黏了一瓣 就是要去本土化 然後他說連接世界 他就是現在不想你連接那麼多世界 世界上面現在的那些 全部都是大國主義的國家 就是要侵犯香港 中國人的利益 甚至是聯手炮製 連那些什麼什麼 自由經濟指標 都不幫香港做了 那樣 所以他也不想香港搞那麼多 世界上的聯繫 所以只剩下一瓣 就是你只能夠配購台灣區 所以反而就是 剛才我們聊了十幾分鐘的話 我們感覺就是說 這三個的座標 蠟燭 本土 背靠 領南 和連接世界 我們反而在海外的香港人 就容易一些去做 就像Benson說的 我們在這裡都可以搞廣東話文化 我們現在反而可以在這裡 可以更加安心 來評論香港的事實 去關心它 甚至乎我們現在是連接世界上 其他所有離散的香港人 都聚在一起 來把香港繼續推廣下去 所以似乎 要做香港的文化工作 並不一定要在香港的本土 在其他地方 至於我們心在哪裡的話 香港可能就會在哪裡 其實我們兩倍估回歷史 我們現在面對的事實 就是香港本身在殖民地時代 九七十年代之後 發展出來的經濟 文化政治社會 那種元素 是遠比中國大陸的豐富 因為中國大陸已經封閉了很多年 而且豐富性 其實很多時候是影響了國內 如何看待他們的經濟發展 社會發展 改革開放 所以鄧小平也說 要製造多一百個香港 當然鄧小平的著眼 怎麼可能是經濟 但是當年 你如果跟國內的學者 和選機構交流 他們不單止想和經濟上 去學香港的優點 或者借用香港經驗 他們甚至在社會政治文化 新聞傳播連結這些問題上 都覺得香港是有很多地方 中國可以學習的 那這個就是 香港在發展過程裡面 我們現在的資本 是文化資本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中共 它不能夠有效地應對香港 也不能夠用香港的資本 是影響它 因為這個危害了它的管治 危害了它的延續權力 所以它現在就致力 批殺香港 所以香港的本土性 世界性 就要完全移除 所以才有國安法 才要跟外國記者說一下 就說你勾結外國勢力 或者說小小事 就說你煽動 其實它就要批殺香港的本土性 批殺香港的世界性 事加中國上前面 就要你忘記香港 只是背靠北京 就是想這樣 所以香港的文化 確實是有被中共 批殺危險的 所以才要有人 在不同的地方 繼續用各種方式 延續香港的文化 香港文化已經超越嶺南文化 我們不單止是嶺南文化 是一個獨特的一面 這個令我想起 1949年 當中共在中國大陸建政的時候 有一幫新型家學者 他們覺得在中共治下的中國 會完全破壞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 所以來到香港 就搞學院 大家知道新華書院的背景 他們的說法就是 中華文化 花果飄零 希望去到香港 能夠立在香港 保持這個儒家的道統 在香港這個自由之地 發揚這個中國傳統文化 令中國文化之根不至於斷絕 當然他們有多成功 我們可以有機會再談 但是其實 七十多年前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事 現在就發生在香港 所以其實 正如蕭鳳教授所說 我們盡可能 當然啦 在一個文化人類的角度 你離開了本土生的根 文化人類學所說的 那種 形成的獨特性 很可能會被其他元素侵蝕和煙沒 但是現在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 我們在英國這裡 相隔九千多公里 但是我們每天都看到 香港發生什麼事 我們知道 劉兆佳教授昨天又說了鬼話 我們全部看得清楚 所以其實 正正因為這樣 我覺得大家都要有種信心 有種盼望 就是說 以前 連這麼困難的處境 沒有互聯網 什麼都沒有 就是 唐軍藝 錢穆 他們意圖做的事 在這麼艱苦的情況下 但是他們都做的 到今天 當世界是這麼連結 社會變得這麼透明的時候 我們更加有條件 也更加有責任 正如蕭鳳俠教授所說 透過廣東話 透過我們延續香港的生活方式 或者起碼延續香港人一些 代表香港人的聲音 令香港在過去多年 殖民地管治下 或者起碼七十六期 形成一種很獨特的 很有開創性的社會文化 可以繼續延續 甚至可以發展高大 好 是的 所以剛才鍾石所說的話 其實我也想引申回那個中文大學 即是新加小院 在香港裡面成立的那個歷史 講到一點就是說 其實你要是文化可以摘根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個基本的自由的狀態 所以呢 結論就是說 哪裏有自由 哪裏才有可能延續香港的文化 所以在美麗的新香港的話 其實這種窒息的地方 反而是個香港文化師 有可能會被實外的空間來的 那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嗯 所以你看到啦 中共就是用這套的啦 就是 他在新疆做的事情 在西藏做的事情 就要消滅他們的文化而已 是吧 嗯 他早幾年在蒙古 要求蒙古 不可以用蒙古語教學 就是想消滅蒙古文化而已 他早幾年在廣東省 要求廣東省的電台電視台 全部要用普通話來廣播 不可以用廣東話節目 就是想消滅領南文化而已 今時今日 我們這些教育局長 說要全力推廣武語教學 國民教育 歷史呢 都要根據國家的角度看歷史 就是要消除香港的多元文化 和香港的語言 進一步 也都消除香港人那種 所謂信仰和價值 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信仰 而我們對這個現代文明的信仰 和現代文明的價值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保持警惕 也都說一句 香港的家長 或者香港的老師 你們在延續這個香港文化上面 仍然有些角色可以扮演的 不要太過派放你 是的 那麼 那個 Badson 是 不好意思 補充多一句 其實在香港裏面那些 搞文化的人 那種鬼話是講得很大的 譬如說 我媽媽不懂那個普通話的 難道那些人叫做母語嗎 整件事 講得很禮貫淨幅 所以大家生活在香港的話 不要被這些鬼話來騙倒 要把基本的邏輯去運用 要識破真相何為謊言 當然 大家要清楚知道 譬如劉兆佳這件事 絕對不代表香港人 我覺得很清楚 雖然他打了旗號 講一個研究會副會長 但是你知道他講的是鬼話 那些不是香港人講的說話 香港學界有這種人 就是香港學界的另類 香港學界有很多有心人 都在延續香港的獨特性 所以我覺得不懂得分 剛剛你說到 就剛剛去年應該是秋天左右 有一幫香港研究的朋友 都有一些網上的學術會議 甚至有人透過研究MIRROR 甚至一些難民化 來了解究究竟什麼難民化 其實反映社會這個面貌 所以我想無論是在地的香港朋友 或者甚至離世香港人 都會為各自要保留 或者甚至傳承香港文化 本土文化繼續努力 那當然節目未見到之前 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跟大家講 那你知道我們的平台 都已經有了一段頗長時間 那我們的平台是一個教育平台 那其實除了一些行常性的一些 可能是教育節目 時事評論節目 好像每個星期出家的 《孤盡天下事》之外 其實我們開始在今年 就辦一個網上的課程 那一個網上的課程 將相關的詳情跟大家講一講 《孤自代公民政宣課現證接受報名》 這個課程 在這個季度 3到4月就會有三個課程 分別有 《港人如何面對流亡》 如何在暴政之下活在真實中 以及如何參透香港政府 在制定公共政策上的謀誤 分別由《戀義真博士》和這個節目中 中建華博士同學 是負責任教的 在課程中 三個課程各自有十堂 會採取網上學習的形式 每課約網是十多二十分鐘 十堂完成之後 就會安排這個工作方法 而學員可以透過證書和參與討論 我們每個課程額費是十元美金 包括了這個課程的十堂 而除了網上學習之外 我們都會提供相關的支援 當然一定有這個課程中的教材 也可以按照導師的指示題目 提高一份課程讀後的心得 而我們導師在審議之後 會作出一個綜合的活動 和也可以參與一個由導師親自主持的網上工作方 完成課程之後 可以得到我們COOL發出的電子證書 而當這些課程完結之後 這些錄影的教學片段 是會開放給公眾人士免費收行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讀這些課程的話 就盡快報名 好了,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再說一句 這幾個課程其實是COOL的團隊 也希望能夠在這些行常的節目之外 提供另一種有些延續性的 能夠有些主題性的討論 所以希望大家考慮 你有興趣就參加 沒有興趣就不參加 沒有任何強制意義的 我們都很開放的 這是第一點 我留意到 香港有些朋友 有些經濟學者就問 那張證書可以做什麼 這樣問 那經濟學的朋友可能較為重視效用 效果 沒有優質做來做什麼 那我也可以這麼說 那張證書沒有什麼意義的 就是不會有特殊的 所謂學歷上的意義 就是理歷上的意義的 不過純粹就是一個形式 就是延續一個 鼓勵大家參與 大家如果能夠參與到尾 可以自己做一些事情 互動一些 就不要被動的接收 那高法所謂證書 其實就當作是一份建立品 就這麼簡單 沒有什麼用 這個問題 我對這個問題來講 每個人自己可能 拿了一份證書 覺得這是標誌著你對酷的支持 那就很感謝大家 拿了一份證書 覺得自己都可以說 我也上過課的 我上過Benson Wong的課 多高興多光榮 也是一個用處 所以就用這個方式 來回應各位經濟學者的提問 他不是只有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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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還會陸續有其他課程 下一輪我就會推出我的課程 其實我們做了一些課 無論以前在香港有教的一些科目 或者來到這裏 根據香港情況自己研發一些新的科目 都希望 當然如果你們支持的話 我們做了一些好東西 沒有人吃 那我們做來做什麼 所以其實 我想第一樣的證書 本身也是一個象徵意義 第二樣的朋友也有問 就是 我譬如說 我其實教其他課程 就是如何 補正下 不再真實中 我想這個課程本身 我自己設計的時候 不僅是一個 比較傳統一點 好像大陸裡面 內容裡面的一個講述 當然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其實作為一種 特別如果你說在一些在地的香港人 或者就算是離開了香港 很多人其實面對整個運動 整個國安法背後的那種創傷 我們其實實際上 我們活待真實中 就是一樣的就是 我們如何面對自己 在這個時代裏面的為止 因為 我想很多朋友 連面對自己的能力都沒有 不要說活待真實中 你連自己的真實都不能夠活在的話 你怎麼走過每一天呢 所以我想我自己的課程 我自己更加重視是一個 身心靈上一個 如何重建自己本身的能量 一個很重要的步伐 這樣講的可能 劇透了少少內容 究竟這個內容實際上 會教什麼 或者是有什麼 任何項目 讓大家做 重新去 透過重建自己 來活在一個有能量 活在身實中 就麻煩大家報名了 好了 兩位主持人 沒有什麼補充呢 沒有了 希望到時候 希望到時候 在課程裡見到大家 好了 節目時間到這裡了 下次見面時間 應該是年三十萬 年三十萬 大家見面了 到時候都可以說 新年快樂 好了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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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